李慧琼議員 反對一會 主席,我也很感觸 我們由立法會開會 10月,11月,12月,1月 今日3月17日 財委會的開會時間 都用了可能有一半 我們一元都未批過 不知道真的算不算是拉布 剛才也有議員說吃不消 其實真的都頗吃不消 因為公務小組說 這個議程用了超過14小時 我們財委會又用多了4小時 未算今日 累計這個項目都是20多小時 今次又再提休會了 我也沒有統計多少次休會終止了 其實都很清楚的容易 因為休會就是停止 其實大家都不是真的有問題 而是想終止的項目 令到它停止 說得更加針對性的 就是想停了橫州 我都問自己 政府這樣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叫停橫州呢 但是有時候又會問自己 是不是有反對聲音就要叫停呢 停了是不是真的好像剛才有些議員說 哎呀 見完居民 或者立法會再談多兩轉 就可以重新啟動呢 這個可能都不是事實 因為我們橫州起本會已經談了很多次 每一個項目 或多或少都有反對聲音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們就立即叫停呢 停了我們等著的4000個公營房屋 我們又是否做得對呢 我很記得我自己都在 房屋事務委員會批評政府 要求他們將公營房屋的建屋量 和三年的輪候時間掛勾 這次如果叫停 其實都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所以我又從另一邊想 居民都在聽著 亦都可能他們的家園是受到影響 但是是不是沒有雙贏的方案呢 政府都已經說了 他們會再跟居民談 我亦都不止我 我相信各位議員都要求政府 在建屋的時候 要對居民作出合情合理的賠償 還有是安置 如果可以運用著情權 請你們都去做 不要因為這些事情 而令居民要來到立法會去責任 現在亦都另一個角度 就是現在只不過是前期工程 接下來還有很多機會 在立法會講橫舟 這些事情總會要回來的 主席 到說過機制了 今天的標語就是確立機制 我認為一個用了二十多年的機制 確實有它建立的原因 原因當然是希望 我們財委會更加有效率 集中去討論工程 但是亦都有它的不好處 但是講機制不應該是即興 這樣就改的 我希望之後令密會議去 尹兆堅議 我會發了 效力 不是